本地今天新增942起 冠病确诊病例为单日新高 其中大多数是客工 总病例5992起 国家环境局将为使用送餐服务平台 或第三方配送平台的小贩 提供一次性500元的补贴 全球冠病死亡人数飙升至15万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掩盖死亡人数 抨击民主党控制的州属防疫无力 别错过失诚6点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